来源,公众号海外眼油车的朋友们可能注意到了,三月底之后,油价上调了,现在加满一箱油要多花6.5元,中国的油价上行。 当然跟国际油价走高密不可分,而国际油价的上行,又离不开中东局势紧张的影响,离一离这其中的来龙去脉,我们就会发现,中东地区,沙特和伊朗这两个死对头又扛上了。 沙特最近很不爽,被一个小小的野门胡塞武装打得颜面扫地,沙特认定伊朗是此事的幕后黑手,暗地里为胡塞武装走私武器,两者争论不休,所以中东局势又开始错综复杂了,所以刘家就波动了。 沙特这么急眼也不是没有原因,被胡塞武装打得太丢脸了,丢脸到什么程度,连美制战机F-15都被视角的胡塞武装给凌空打爆。 要知道,F-15可是一直被视作美式军被先进的象征,以灵战损的骄人战绩著称于是,被击中的F-15战斗机,一照更过分的是,胡塞武装还成功占领了纳杰兰地区的几个沙特军事设施,包括战略要地的马拉什军营。 这场战斗持续了不到两个小时,装备有大量世界一流武器的沙特军队就支撑不住,像胡塞武装投降了,大量昂贵的武器弹药直接被对方缴获,而且还丧失了战略重地。 沙特连这样居高临下的地势也守不住看这地形,虽说不是一幅当关,万夫莫开的地方,至少也是个有利地形。 正常一点的军队,一个班党,住一个连都没问题,结果呢,沙特军队挨了几炮就跑了,看到胡塞武装的步兵出现的时候,只是装模作样开几枪,有网友笑称,这战斗的烈度堪比过加加水平,像当年抗日战争的时候,如果有这样的地形,又有可以呼叫空中支援的手段,就是伪军手的据点,十几个民兵也不敢端啊。 可人家沙特居然就这样气首阵地了,难怪胡塞武装的胆子越来越大,这也不是沙特第一次被胡塞打得满地找牙了,记得在前两年的时候,胡塞武装就长途奔袭过一次沙特的指挥部,那一次战斗,让沙特在野门的最高指挥官,连同其他高级军官,一起被打死了一百多人。 什么先进的坦克,哪怕是M1A2都被炸翻了,沙特军队可以说完全是一群拿着现代化武器的中世纪军队,面对一群现代化游击队的下场。 在海湾战争中大出风头的M1坦克也被沙特掰光了胡塞武装的战绩,包括但是不屑于用老式的飞毛腿一次性报销50多个阿联酋的士兵,用红旗二改造的地地导弹,炸刺沙特阿拉伯军中将,用反舰导弹伏击美军军舰,用自杀艇打击隐身运输艇, 发射导弹打击沙特首都机场,击溃并缴获沙特的装甲部队等等,可以说,这些都让去年6月新上任的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脸上无光,本来他以80后领导人的身份,贴完手段掀起反腐风暴,可以说历经图治,锐意改革,结果,机场交战过后,别人都指着鼻子说沙特,这个土豪国家, 凡事只靠买买解决,军队却不堪一击,此话也没说错,此前沙特的国防预算占GDP10以上,世界排名第三,军费比俄罗斯都高,沙特买买买之下,可以说收集了大量世界顶尖的武器,美国的M1A2主战坦克,最大的海外买家就是沙特,中国的PLZ-45更是成了沙特步兵最爱的武器,空中力量方面, F-15战斗机改装的轰炸机,阿帕西武装直升机,都是沙特军中的常用装备,阿帕西武装直升机M1A2主战坦克,今年3月21日,穆罕默德访美时,又与特朗普签署了总额125亿美元的军售大单,包括军舰,导弹防御系统,飞机和作战车辆等各种武器装备,目前沙特对美国军备的采购总额已经突破千亿了, 不禁让人觉得沙特的财大气粗已经到了败家的地步了,对比之下,胡赛军的装备,就完全不是一个层级了,游击军加额制步枪破烂的军车简陋的坦克沙特联军要钱有钱,要人有人,而且获得多个大国支持,胡赛武装还能打得沙特军队投降,只能说有钱买步来战斗力, 沙特联军充当了欧美武器的运输队,让国际吃瓜群众看笑话,那么为什么,沙特军队实力如此之弱呢?说起来,他的弱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早在海湾战争期间,伊拉克就看准了沙特军队的孱弱,要不是萨达姆被美国干掉,沙特差点就被伊拉克收拾了, 当时就有观察家分析原因,指出,一,沙特国人民太过富有,卖石油赚钱,小日子本来过得有滋有味,在战场就不愿意随便送命,二,士兵缺乏训练,对武器装备和战场情况的理解非常有限,三,常年受到美国的军事保护,导致王氏不重视军队建设等等,其实,这些都没说到点上, 真正的原因还要从沙特的权力运行机制中找,沙特军若不是军队注定不争气,而是王氏不愿意让他争气,沙特是君主制国家,保住王位和江山是统治者最重视的,所以军权不得旁落,以咱们中国宋朝为例,你就明白了,对于宋朝皇帝来说,军人手中的兵权非常令人不放心,所以宋朝才会采取经常调换将官防须, 派遣心腹太监兼军等措施来控制军队,在兵江户不信任,地方兵员来自地痞流氓的情况下,即使宋朝有最先进的军事科技和严苛的训练计划,战斗力还是堪忧,同样的,沙特的统治者也非常清楚,军人,一旦掌握了实际战斗力,比攻退位还算是客气的, 国王命能不能保住都是个问题,而对军官的不信任,则直接导致了有战斗素养的职业军人团体无法出头,沙特王室一直试图对军队实行严密的控制,王室成员被安插在军中作为监军早就是公开的秘密, 职业军人即使接受了美国和北约提供的现代化军事技术训练,也没有办法做到足够的高位,以把这些措施落地,连美国教官在沙特的培训计划都处处受阻, 这些王家兼军的另一个主要任务就是阻止军官和士兵有太过亲密的接触,党过兵的都知道,虽然平时大家都恨最严格凶恶的连长, 但只要他能身陷失足,赏罚分明,这支部队的战斗力一定是最强的,除了安排监军,王室还在军队的办公室斗争里,留了不少心眼, 王室特别擅长利用高级军官之间的局域制衡军官,结果就是把沙特司令部变成了冷战时期的联合国安理会,什么决议都通不过,这样决策水平的军队,当然效率堪忧,虽说军官是军队的灵魂, 但只要士兵敢打敢拼,用单兵实力碾压游击队总还是可以的,然而很可惜,沙特的士兵素质也相当堪忧, 尽管在海湾战争的威胁之后,沙特军队得到了扩充,人数大大增加,但其中有一半都是外国雇佣军,这些人拿钱办事,当然对什么领土安全,国家荣誉没有任何概念, 沙特任用的哥伦比亚雇佣军,所以他们打起仗来,完全没有什么为国拼命,冲锋陷阵的精神,放弃阵地,空放几枪,就逃跑,早已成了家常便饭,剩下了所有的攻势, 但是,设备,武器弹药,全落到了胡塞军的手里,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就成了胡塞武装的真实写照,所以,沙特如果再这么打下去,前景真的堪忧,如果沙特只是靠撒美元疯狂军购来填补损失,那么结果必然是胡塞,装越缴获,实力越强大,虽然沙特王储最近咬牙切齿地说, 沙特将在10到15年内发动对伊朗战争,我们也真应该劝劝他,先练好兵,让军队真正有实力在说话吧,本文来源海外演,更多海外资讯,请及时关注海外演。